大家好 我是我埃及500周夜预测 今天是5月23号 今天我们要来预测下 索罗纳这个虚拟货币啊 我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做视频了 这段时间由于身体欠佳吧 所以暂停了一个月 那么现在开始我们继续预测啊 也有很多的网友 在微信上面咨询我为什么不预测的是不是 不测了不是的 接着预测啊 那么继续预测 逐渐恢复正常啊 这是昨天摇的挂 177 那么问一下 他今后的价格走向到底是怎样的 我对这个挂箱的解读是这样的 庄稼有拉伸价格的部署和行动 虽然外部的环境且政策性不利因素 虽然受到了外部的环境以及政策性的因素 但是行业内部的力量 有行业内部的力量加持 虽然有不利的因素 但是行业内部的力量有加持这样的 种情况 所以本月的价格还将持续上扬的趋势 本月啊 下个月 也将有持续 本月及下个月 都会比较乐观 在秋天的时候可能会有下跌 秋天的时候会有下跌 冬天 冬天最好啊 冬天是最好 就 这个挂箱来解读 这个月和下个月 希望大家能够 抓住这个机会 它有一波 上扬的趋势 在秋天的时候 会有下跌的这样的迹象 所以建议大家 多关注 特别是 金明 两个月 这一个月和下个月 它的价格 我以为 在150到200 或以上 100到200或以上 对 对这两个月 今后的两个月 我是持 乐观态度的 就这个挂箱来解读 我认为 是持乐观态度的啊 希望大家 抓住这个实际 可以建仓 可以上车啊 这个视频 就讲到这里 祝大家发财 祝大家发财